蠟燭也能招桃花 保證立即見效 你要讓你桃花立即彰顯的話呢 你的蠟燭要準備的就是要七顆 第一個我們桃花時辰就是 這四個時辰你可以選一個時辰來點 點的時候你就要許願 那如果你在許願的時候 突然震鬼風來吹氣 然後表示我一整年的桃花繪花 你可不可以去買一個黃蜂的打火機 家裡的書房要放在哪裡最好呢 湯老師待會要拋出震撼蛋 文昌位我們要怎麼找啊 很多媽媽都在問 文昌位的話就是在我們家裡呢 這叫不合理耶 其實讀書的時候是不可以安逸的 讀書的時候你就是要戰男競競 要有精神 我不知道那一間原來那麼重要耶 社會變遷 當個女人好辛苦 不但要有三獨 思想獨立 能力獨立 經濟獨立 還要有三養 修養 涵養 跟保養 究竟要怎麼運用風水 讓你更懂得愛自己 成為獨立自主的新女性呢 努力讓自己有更好的生活 努力對自己更好 每個女人都應該更愛自己 讓自己有自信 讓自己變得更好 最重要的是 找到愛你的人和你愛的人 女人要幸福 其實很簡單 最強勢的風水女人屋 讓你用風水改變一生 所以這一集大家都要看 因為這一集就是講的 旺女豪宅風水 對啊 就是單身的女性 或是說你們家有 有女初長成要嫁給人了 是要嫁別人了 就要看這一集的風水 因為這一集我們要帶你去看陰 不是陰宅喔 是陰氣重的宅 對 而且單身女生更要看 因為這一集保證呢 讓你改造之後啊 單身女生一定會事業旺 而且桃花更旺 沒錯喔 因為其實這集真的滿重要的 對於女孩子來講的話 其實你要找到一個好的老公 或是說你的事業要旺的話 這一集真的一定要看 可是老師 真的嗎 就是有分陰陽 女生屬陰為水 那是住陰氣比較重的宅 是真的比較好嗎 當然因為是旺氣啊 但如果說 但也不要太過於陰 就陰頭頭變陰陣 對 真的 那很恐怖好不好 是 所以還要陰得剛剛好 是 而且我覺得今天我們的委託人 基本上在好多年前 我最近非常看好他 他曾經有林智玲接班人之稱 你的眼中不是只有我嗎 你天后耶 拜託 這不一樣層級好嗎 不能相提並論 這是名魔界的接班人 你現在的眼神真的越來越自然 怎麼會這樣說 林智玲接班人 對 但是你就會感覺說 其實這個人也很漂亮 然後一直都很受歡迎 可是好像就差那麼一點點 感覺他好像重視愛情 比重視事業來得重 這可能也是住家風水 影響到他的思考 對 我們今天幫他 那個靈靈一腳踢一下 對… 好 馬上變成這個世界名魔 沒錯 好耶… 那我們就趕快上去看他一下 好嗎 模特兒王新田 因外型靚麗 有小林智玲的美稱 而他年紀輕輕就有兩棟房產 近期為了準備裝潢新家 所以就委託我們 先到他家看風水 想不到他家陰氣太重了 難有姻緣就算了 露財格局 竟然和他的花費習慣一一印證 歡迎王新田 你看人如其名 這裡這麼甜 很甜 對 歡迎你們今天來我家 對 怎麼了嗎 很明顯 你看門一開進來 就是一個問題 就感覺好像都化妖妖 然後就是有點身上風 然後這樣不好 架頭 對 我一直想說這樣 感覺很遼闊 很遼闊 因為你一進來就是別人 好… 對 對,我們養一隻黃金獵犬 牠好可愛 嗨 嗨 黃金 沒有,牠叫木木 牠叫木木 對,牠叫木木 好可愛 而且牠很乖 很不錯,客廳外面就有一個陽台 這也是我們的設施 對,我們是特地保留的 因為其實其他間都會把它遮 就是做出去遮起來 但我們就想說保留這一塊 就是看起來比較寬闊 對,一定要 我覺得陽台留著 其實那個空間感比較好 對 但是為什麼它明明是二樓 然後又有陽台 感覺家裡就是不… 好像不夠亮,是不是 沒錯 因為其實你看 牠第一個進門是一個穿塘風 而且牠最大的問題 就是除了穿塘風之外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牠進門 也找不到所謂的名財位 對,財位是哪裡 這邊嗎 是處處處處處處 那邊是陽台的門 然後這邊是窗戶 所以沒了 都沒了 就是等於牠前陽台了 對,只剩前陽台 可以有個可能有加分的效果 有,牠前陽台有很多蛇煞 對 而且牠前陽台的煞氣 其實這兩個已經滿嚴重的 對不對 因為陽宅第一胸 墜跡、穿塘風 對不對 再來就是沒有名財位 那像穿塘風 像我們家就是有穿塘風 可是你長期如果要用窗簾遮的話 對 客廳就會非常的暗 沒有錯 其實它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牠為了要採光 所以牠把那個簾子拉開 對啊 拉開之後呢 客廳就是穿塘風更明顯了 那這個情況怎麼辦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門口的地方 我們之前都有講過 就設一個玄關就可以了 在這個地方把一個玄關這樣遮起來 他用這個應該就是在夾上的玄關吧 對啊 對,但是有點… 太必要了 再拿過來一點 這個其實… 一個人再放個兩盞,我也會比較好 跌上去沒有,就放到旁邊 要變成用處 其實這個有點假鬼 就是有點…沒有太大的用處 可是這是造景 就是有一種放鬆的感覺 對,是沒有錯 但是其實牠確實只能當一個裝飾的用處 所以你意思說牠這邊就放個屏風 一定要放個屏風 因為其實為什麼我們要擋這個穿塘風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擋這個門 跟穿出去的那個窗戶的高度 你要有一個高度 大概有220公分左右的高度 才有辦法擋住這樣所謂的穿塘風的現象 你知道穿塘風會怎麼樣嗎 不知道耶 會怎麼… 老師來跟你好好解說一下 對啊,會怎麼樣嗎 穿塘風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牽採一定留不住 就是你可能在住進來這段期間 你會發現你的財…才去 然後才完全不會聚集之外 也會有破財的現象 你看看你 這邊就在破財 還沒有財位 然後又沒財位 對 所以至少這邊一個屏風就可以解決了 對啊 所以你說你工作很多 應該都在做慈善吧 對 我覺得我這一年比較花 還滿多錢出國玩的 可能是這一點 對,她剛說是… 我心裡想說我每次翻報 怎麼看到的心情… 是,OK 好像都在談戀愛耶 沒有… 你覺得這種愛情比麵包多 沒有… 我只是還是要調整一下自己的生活 一般人如果是走這種名模路線的 一定就是偷偷交男朋友 不會公開 對 可是我覺得她這個人 一定是很愛男朋友 然後談戀愛也不管了 就是很重視愛人 因為總是愛人 對,所以她就是告訴大家說 我在談戀愛,我有男朋友 那你去年是只能出國多平凡 我出國還滿頻繁 我這半年就大概出國七、八次 對啊 這麼愛 就是要享受一下 要寵愛自己 怎麼樣 錢財留妳身邊做搖是不是 沒有,其實… 其實我還滿節省 我不是太亂花錢 因為你們可以看 我沒有花太多錢在裝潢上面 因為我很多地方都是自己手工的 也看得出來 所以她把錢都留在 就是可以跟男朋友 到外面逍遙的度假 就是出國玩 對啊,回來再繼續打贏 回來再繼續打贏 然後把她的穿堂風解決之後 但是她的財位這樣健康 也沒辦法 除非她把穿堂拉下來 因為第一個 穿堂風的第一個現象就是 首當其中就是破財 沒有名財位就是留不住錢 對 又破財又留不住錢 所以說當然玩樂的心 會特別重 那這也沒關係 其實我們等一下 從其他地方也看得出來 她的玩樂的心 為什麼會特別重 但是我們… 這邊還不夠重對不對 還不夠… 還沒 其實我們從名財位來看的話 其實她那邊剛剛放了一個櫃子 其實櫃子真的很可愛耶 很可愛 這櫃子可以移過去嗎 櫃子是你漆的吧 對,它本來就是那種 很一般的製式的酒櫃 然後我把它門、玻璃全部拆掉 就是讓它變成一個空的櫥窗 可以展示一下我收藏的一些 野餐藍 對… 對… 你怎麼跟我想的一模一樣的字 真的,因為… 這就像歐洲跳島市場買的 所以說今天好像… 來去歡樂威秀那裡 對… 就拿著櫃子 那如果這個美生意 不要… 皮膚很乾淨 就可以離家出走 對… 這其實… 對,這竹樓也是我去年萬聖節 辦定採成的一個道具 有…我看了那個照片 很可愛 對,其實你知道 穿堂風來講的話 它其實很省 但只是會亂花錢而已 真的 買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而且它花在這種 比較特別的東西上面 你很…那種叫… 很香湊,你知道嗎 對 很熱鬆的 你看這裡這麼復古 上面放一個馬達 沒有,那是吹我們家狗毛的 人跟你的外表很不搭 你的東西跟你很不搭 你好像不太秀氣 就是有你獨特的風格 其實要說 這是一個男生的家 也說得過去 真的說得過去 對… 那怎麼辦 你說它這個櫃子有甚麼方法 其實這個櫃子 就是等於說 你自己把自己的財運拆掉 什麼意思 因為它剛原本不是說 這邊有一個玻璃嗎 對 原本就已經沒有名財位了 然後那個玻璃拆掉之後呢 它又變成是空的 其實它如果說在這個地方呢 假設你沒有在大改情況下 把那個漏洞 把它再做一個板子夾起來 也是可以有製造一個 鋸氣的效果 老師,那如果平常 一般的這個櫃子 它旁邊都是透明的 那如果我想要再多鋸氣一點的話 我整個用木頭 就是完全不透光 那會更好嗎 會更好 而且如果說你… 假設你不要放櫃子的話 我們之前有講過 在這個角落的地方 假設是見空 你可以點一個 因為點燈就是一個鋸氣 提氣的效果 所以說點個立燈 也可以把這個名財位 見空的方式補齊起來 那它像它剛剛那個竹樓燈 對 可以拿過來這裡吧 如果說放得下的話 放到那個地方 確實是更加分的 對,因為你接下來 要放屏風 對 這邊的燈就可以移過來 要不然你就把這邊封起來 對 財位不是門,就是窗 剛進門的財氣 馬上就溜走了 而化解財位見空 可以擺放櫃子或是立燈 來提升財運 可是你說把這個櫃子 當作是財庫、財位 讓它放可以招財的東西 對 那放這些竹樓 跟跳傘市場的東西可以嗎 可能對它來講 這些東西當然是寶 對,這是我的寶 這真的是我寶 只是它的寶比較獨特 因為我們說它可能隨時要招樓 但對它來說 它可能是要拿去裝錢 就是每個… 也可以養台 對… 但結果說… 結果它名財位來講 還是不要擺這些 雜七雜八的裝置比較好 但它有說奇怪的話 它的前陽台 雖然說上面有一些蛇煞什麼的 可是它是… 就是放眼望去 至少前面的煞氣 並沒有很重 後面其實問題是非常大的 蛇煞只不過是 這個煞氣裡面最輕微的 蛇煞只是校正頭 更大的危機還在後頭 書房最佳位置 怎麼想都不對勁 文昌衛我們要怎麼找啊 很多媽媽都在問 文昌衛的話 就是在我們家裡呢 其實讀書的時候 是不可以安逸的 讀書的時候 你就是要 緊接著來到前陽台 這裡看似身機無限 但卻是危機四伏 但前面也沒甚麼妖怪 也沒甚麼… 對,我還滿喜歡這個樣態的 真的 就是有一種幽靜 幽靜 對,看不遠 看不遠 但確實滿幽的 住久確實會滿憂鬱的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看了 感覺上沒有甚麼煞氣 但這個煞氣確實是存在的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是不是教大家看過 左青龍、右白虎 對 你看它左邊的樓 就是它右邊的樓 跟前面的樓 你會發現有甚麼不同的地方嗎 就是都很高 比它高很多 都高很多,對 好像是樓 對 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不要當景頂之王 對 所以說它這個格局 就是一個景置上 它是一個景置嗎 景置上 景置上會怎樣 對…可是老師,基你這樣講話 那就沒有人要住地樓層 當然地樓層不一定是壞的 只是剛好它這邊的建築 四周都比它高 就是如果說它前面其實 我現在它住在這個低樓層 它前面如果沒有那一棟的話 其實還OK對不對 對,就還OK 那其實因為它是低樓層 對面的樓當然比它高了 對 而且你再放眼望去 那一棟最高的建築 都比它高 當然 因為它現在在二樓 它現在只能搬去農田吧 對 會不會一定四處它比它高 對 景置上還不打緊 你看它的中庭的樹又比它高 所以你知道 樹比較高 是不是已經是一個口了 對 中間如果再加一個木 變成… 困 對,所以說… 在這裡的話… 真的要困 不是那個困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也確實可以變那麼困難 因為在這邊的話 變成如果男生住這邊 第一個樹木本來就因氣重了 招音 如果說男生住在這裡 確實也很喜歡睡 因為他沒有甚麼事業心 然後他的事業也被這些 妹妹的東西擋住了 困住了 所以你說男生住這邊 會比較想睡覺嗎 對 比較困 就真的想睡覺嗎 對,而且沒有衝進 最主要是沒有衝進 那會不會男男生住在這裡 就會男生住在這裡 就會男生住在這裡 然後甚麼事也不做 甚麼事也不做 不過因為他出國出得滿情的 沒有,因為這個房子是女生住的 我剛才講說 陰氣比較重的房子 就是女生住當然是更好的 那老師,我想問你 如果我這邊有種一些什麼蔥 一些可以食用的植物 會對我這邊有什麼改善 就是你目的想變成蔥嗎 對,真的要種蔥 我真的種蔥嗎 我真的種蔥嗎 而且為甚麼都爛掉了 因為它被風吹的 那個是我有一天吃… 買蔥回家 直接根擦進去,它就長了 買蔥回家? 買蔥回家 買蔥… 然後根擦進去,它就長了 這個五星差有,有成蔥嗎 沒有,有什麼幫助 所以其實他所愛是一盆玫瑰 我要養成蔥 沒有幫助嗎 當然沒有什麼幫助 因為一般來講,在陽台種植物 目的是為了要擋這些殺器 其實如果說陽台種一些植物 哪些植物可以擋蔥 其實最簡單就是說 假設陰氣稍微重 或說你家附近有一些墳場這些 你可以種一些像是芙蓉艾草或摩草 那就是可以幫你做一些擋蔥的作用 然後有時候你出去外面 如果嚇到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來用 其實家裡行送食物 對,一件理由 嚴格來說,嚴格來說 你種的是食材 種的食物 對 就等於說魚缸裡面… 魚缸可以擋下 但如果裡面只是養一些螃蟹 那就是… 很老… 還先穿鯉 完全不一樣 抓錯方向 那種井字上要怎麼化 井字上的話,第一個 因為陰氣如果比較重的話 如果說你已經結婚了 其實它對於結婚 有家庭的 有男生、有男主人的影響是最大的 那對於單身女生來講的話 當然影響就沒那麼大 那如果說一般家裡有這樣的煞氣 或說外面出去看起來有什麼焚場 陰氣稍微重的格局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陽台點一盞燈 晚上都不要關掉 這是第一個方法… 就是那一盞一直不要關掉 它現在白貼你還是開的 它有,其實好微弱 對,這個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說 你在這面牆的地方 可以掛一個九宮八卦 九宮八卦 對,因為九宮八卦本身的話 它可以聚集這個陽氣 讓這個磁場轉換 轉陰為陽 所以現在掛這個聖誕燈 就沒有用對不對 對… 老師,我覺得這個好難去分辨 因為比如說你說要轉陰為陽 可是這又是女生住的房子 又要陰一點好 可是陰過頭又變成陰宅 對 所以他到底要怎麼去拿捏那個分數 應該是說我們房子來講 不可能只有一個女生住 因為女生也不可能住了一輩子 只有一個人 所以說我們房子還是要中和 要中庸,太過陰也不好 只是說剛好她是一個單身的女孩子 住在這樣的房子裡面 對她的事業各方面 都會有加分的效果 可是對她的愛情要走路回陰 確實就是沒有那麼多理想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結婚 以後跟老公住在這裡的話 是對她不好的 可能就一定要改了 對… 對,可能對你影響沒那麼大 可是對你的另外一半影響會很大 所以這邊就要放一個九宮八卦 對 然後轉陰為陽 對,然後燈就是再亮一點 對,然後燈就是再亮一點 如果你家的陽台外頭 有景自煞,莫過於驚慌 這類鼠陰的格局 可以在陽台點展小燈 或是掛九宮八卦牌 以提升陽氣 這樣一來 男主人才會有衝勁拼事業 我跟你講,你們家真的… 你其實是租入一個男生的家裡 有很開心嗎 有很難生嗎 非常難生 這個還滿像一個女生會做的事 只是落圖空中飄 我比較怕 那半夜落圖空中飄 多麼像鬼火 對… 你現在為什麼你的牆上那兩個 該不會是你自己鑽的動式 沒有 沒有 就是當初他們預留給我的冷氣孔 對 預留的冷氣孔 所以它這個是穿過去嗎 對,這是裡面 它可能可以裝冷氣孔 所以冷氣都在這一面 對 沒有嗎 沒有洞 裡面吧 它可能會拖到上面吧 我也不知道 進去哪兒 它把那個管子 坐在牆壁裡面 對,因為它這個是空 這一塊是空的 對… 這塊是空的 而且它也太幽默了 為什麼它穿在你門的正中間 我也不知道 它可能冷氣想讓它裝在這裡 因為這裡是餐廳 而且夾飯比較不弱 我看一下你後方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倉庫 你東西也堆得太誇張 好像還有床墊 會不會其實你還有一個朋友 在裡面有床墊 這間不能當廚藏室嗎 基本上有點浪費 很可惜 為什麼 其實我們剛從開門 從進門到這個簾子 當然是一個怪字 但其實你看 從它門口 既然看到這兩個房間 我們會發現這個門有什麼不同 除了這個會打一個洞之外 不要發現 它就比我開的方向不一樣 對,兩邊 對,這邊是重新開 這邊從這邊開 對 然後還有… 我覺得… 你買什麼事嗎 沒有,我真的覺得門比較高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的關係 你比較高 看起來比較氣派 沒有,很正常 很正常 比較氣派 沒有嗎,門比較高吧 但是你說了一半 說對了一半 對,它門確實比較高 但是它門的高度 比了大門還要高 有這件事嗎 有 你看它的房間的兩個門 它的高度整個比例 都比大門還得高 其實這樣的狀況 在風水來講的話 是非常的不理想的 怎樣 怎樣不理想 因為其實大門是我們家裡的 一個重要的引氣的口 可是那個是最重要的門 最重要的門 你反而裡面的門比外面的門來得高 對 表示說家裡的人的心服、氣躁 然後各自為政 然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意見 他說如果跟家人住的話 對,如果將來跟家人住了 或者說結婚 這個家裡的鬥爭一定會非常多 而且都是不同心的 對 有這樣子嗎 所以說在風水來講的話 這確實是一個滿嚴重的影響 所以我們在買房子的時候 就要先看大門有沒有比房間的門小 就對了 高古 大門一定要大 對 房間的門反而你比較比例上 高度上都不要 氣勢不要壓過大門 那如果說有些家裡人是租的 或是他也不想要再花錢去裝房 那要怎麼… 他可以藉著什麼方式的改 這很簡單 就是說像 之前我們不是去小禎家嗎 你的房… 那個門是不是也是高過天花板 對 其實很簡單 就是用一個一半的蓮子把它遮起來 讓它視覺效果上這個洞的開口 不要比大門來的大就好了 所以它也可以裝像那種 日本料理店那種 只是一半的 對… 對… 所以我又可以再做幾個類型 在這裡寫的歡迎光臨 謝謝會工 師妹 就是短的就可以 這樣感覺比較小 對 其實好像之前還有老師 教過我們一個方法 是你可以找木頭 然後這邊再加一塊 也是可以 但那個就變成工程比較大一點 其實家門也是最方便的 房門比大門高 容易導致家人發生爭吵 最好在房間門上面掛個門簾 才能夠佳合萬事心 而接下來要教你怎麼找文昌衛 其實這個地方如果能當成書房 是最好的 書房 對 所以這間反而要當書房 因為家裡的文昌 剛好就在這個位置 是嗎 對 那要不然你平常如果想要打打電腦 看看書 你的書房在哪裡 我是在這邊 這裡 因為其實這邊我很喜歡這裡 因為這邊是我的餐桌兼工作桌 就自己做的 對啊 你自己做的嗎 對啊 你太厲害了吧 你自己在訂的 你做到這麼多工程 對 上面這裡是你做的嗎 上面這個架子也是自己架 因為我想要有一些燈泡 所以可以嗎 就是吃飯跟工作一起 只能說你太有才了 但是基本上這個… 很有才 對,很有才 但是基本上對於運勢上的幫助 是完全沒有加分的效果 因為餐桌代表的就是食神 那我們知道文昌… 你知道辦公 然後又兼座文昌的事情的話 文昌是一個官 它是一個文昌帝君 你知道食神跟文昌帝君就是… 不合嗎 對,是不合的 因為在我們… 文昌帝君也是要吃飯的嗎 是,沒錯 但是就一個秘密的概念來講 食神會來客觀 為什麼呢 因為你觀在做事情的時候 你是不可以分心 你不可以去有玩樂的心 那食神就是一個好玩 好享樂的 所以說剛剛他們說一年出國 食神啊 就是食神的心在作祟了 對 當然我們人也是需要一點食神 才有食路 對 可是當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變成就是自動的想玩樂 然後不懂的工作 所以就很麻煩 所以它其實最好是吃飯的地方 不要跟辦公的地方一起 對啊 然後辦公反而要那一間 一定要有個獨立的空間 很常識的 就好像很多小朋友 是不是很喜歡在餐桌寫功課 對 然後邊看電視邊寫功課 其實你看這個小孩子 他的心就是完全不會定的 因為這是一個習慣的問題 沒錯 對啊,我們先不管風學的理論 其實就這個習慣性來講的話 就不太好了 對啊 謝謝 所以... 你有沒有看到裡面 剛剛那個很大的功勢 但先可能他要辦一場什麼活動 然後把它搬走 快了 然後清空 之後會把它清空 對啊 你把它清空之後 然後當文昌位在那邊 對啊,煮髮 不知道那間那個還那麼重要 所以文昌位我們要怎麼找 很多媽媽都在問 其實如果你不會看羅盤 也不會看一些方位的話 其實很簡單 文昌位的話就是在我們家裡 你呢 越靠近前面的 這個是怎樣 是這樣子 不合理耶 出不意料的文昌位 顛覆你的想像 迎接五路財神 財富立即備增 想說五方嘛 五路財神 你的蠟燭要準備五種顏色 就是... 我們一樣是準備這樣的一個水缸 然後呢,你就把這個蠟燭呢 先放... 2013年 想要讓你的財富倍增 立即倍增的話呢 財位就在... 點完之後 你要點多久呢 你可以點49天 所以文昌位我們要怎麼找 很多媽媽都在問 其實如果你不會看羅盤 也不會看一些方位的話 其實很簡單 文昌位的話就是在我們家裡 你呢 離客廳最近的那一間房間 越靠近前面的 這個是最好的 是這樣子 不合理耶 靠近客廳最近就對啊 最吵 沒有 不合理啊 不是,為什麼 因為那個... 你這樣... 你這樣那麼忙就對了 你是因為有在隱瞞 這上面有... 離客廳進就是吵啊 怎麼會是文昌位 其實不會 因為其實文昌位的話 當然它一定是一個獨立的空間 如果你把它隱藏在後面的話 它反而會更安逸 其實讀書的時候是不可以安逸的 讀書的時候你就是要 讚讚金金,要有精神 你才有效率 所以就要... 對 因為你擺在最後面 媽媽沒看到 就很容易想要來上個網 或是看個漫畫 就容易... 如果要這樣讚讚金金的話 就大家在市面 有沒有沙發 大家叫你來做那個... 聽到他看 然後就交錯話之前 然後全部都在後面這樣看他 這樣又太多一分形 所以就是隔一道牆 然後彷彿隨時媽媽會監督得到 可是你又逼不得 一定要在那邊用功 老師,所以如果... 譬如說像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那種預售屋 那如果我現在正要裝潢房子 要畫那個設計圖的時候 我就要把這個文昌位 是擺在客廳... 當然你不用到最前面 也不必要這樣 但是就是說至少你一定要 在房間的前面 反正你客廳在哪裡 然後那個... 書房就要跟他比較近一點 對,如果離客廳近一點 尤其是在家裡的中庭工作最好的 離中間最近的 中庭 就是中間 對,因為這老說家裡的文昌 是一個太極 這樣會很好 而且你知道我們講公民 講清楚,要不要讓他想說 放到中庭去 會,成小孩在中庭修行 而且你知道文昌 我們講說公民要彰顯 什麼叫彰顯 你放到後面 就是把你的文昌的氣蓋住了 所以我們公民要彰顯 你就要往前推 那你的名聲、你的事業 小孩的功課 才可以名列前茅 對 像客人來看到 你小孩在念書 很乖 很用功 小孩聽到這種鼓勵的話 就會更努力 對 書桌 一放在離客廳最近的房間 才能夠鞭策自己 彰顯功名 而餐桌 也不宜當書桌使用 以免玩心意起 什麼事都做不好 我覺得滿可愛 我滿喜歡他的廚房 真的嗎 但是今天又要來到 沒有門的廚房 但是沒有關係 你看他地板已經做區隔了 對啊 因為他的廚房藏在很裡面 所以其實他沒有門 其實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的 因為其實很多觀眾朋友說 為什麼這個廚房沒有門 就來的男主人 大家都會嚇到 其實根本就不用擔心了 為什麼 因為從他大門進來之後 我們所謂開放式空間 是一然無異的狀況 可是他的客廳 跟他的餐桌 跟他的這些廚房 他的區隔都非常的分明的 所以縱使廚房沒有門 也是沒有關係的 有關係 他的廚房其實 因為你的廚房已經是擺在很後面 可是很多人 一般現在新的家庭的那種 開放式廚房 是他一進門 他就看到整個開放式 對 可是你是要轉一個彎 再轉一個彎進來 才看到你的廚房 對 可是老師就算他藏得很裡面 可是他的照後面還是空的耶 對 就是… 基本上他的照 藏到這裡 裡面空的 對,就是剛好背這個地方 然後他其實背空來講 這還不是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他網上有一個 涼 涼壓照 對 涼…那上面不能有涼嗎 對 為什麼 因為照台壓涼的話 涼壓照台的話 加五餘涼 什麼意思呢 你賺多少、花多少 然後主要是影響到… 要再度印證 你一賺錢就又跑出國玩 真的嗎 糟糕 所以說加五餘涼的狀況下 第一個就是財運的問題 第二個會影響到健康的問題 尤其是女生 那女生的健康的話 就是婦科方面要特別的留意 觀眾朋友家裡 她沒有這個預算 她現在這樣子… 對,那壓了又重大 第一個,你可以在涼的地方 因為它影響到健康跟財運的部分 你可以壓一個葫蘆 除了壓葫蘆之外 也可以壓一對麒麟 對 就是把它掛在那個樑下面 對… 讓它撐著,頂著 不要壓到你的招 如果我真的找不到那個葫蘆的話 我可以拿酷克牌的葫蘆嗎 喂 在上面 我好會有油煙燈倒 對 好,先破護背 一直抓… 好了,所以破護 是一個要一對嗎 那一個就可以了 一個,或是麒麟 對,麒麟是一對的 對,麒麟是一對的 但是我覺得它滿好的 就是廚房雖然沒有什麼後陽台 但是它有一個小窗戶對外窗 但那個窗戶基本上 也是沒有把它幫助 就是很小 真的嗎,為什麼 因為其實廚房 是一定要有窗戶的 第一個 才可以讓你的油煙排出去 但那窗戶真的太小了 太小了 太小了 你的窗戶後面 是不是還有一個空間 有耶,其實它後面 有一個這一層樓公用陽台 然後其他間都有後門 但我還沒有打通 我之後可能會打通 然後又聽老師剛剛說 這邊剛好壓嘛 爐灶剛好壓亮 所以我覺得我之後就可以 把爐灶移到這一面來 所以先跳出你的小世界嗎 那我們先了解一下 你現在意思是說 你後面有一個陽台 但是你沒有門可以去 對 所以你從一樓爬上去 我有鑰匙 然後要從一樓的某一個通道上去 因為像我的那個熱水器都在後面 所以你要去你的後陽台 開熱水器的時候 你要先到一樓 然後再爬上去 沒有,他可能要先去買個機關槍 想打碎 後前是這樣 你沒有後門到你的後陽台 有,有一個後陽台 只是要從別的地方進去 你要去你家的後陽台 要從別人家進去 對,我要抄瓦斯錶 我要從別的地方進去 那為什麼你沒有後門 可以到後陽台呢 他當初就是一個商用型 然後他當初隔的時候沒想到 隔的時候沒想到 隔的時候沒想到你要去後陽台 抄瓦斯錶 對,沒錯 可是說實際的話 如果你要把這裡移過來 你要小心 因為如果移過來的話 你的水槽跟你的造業會太近 也不行 也不行 對,不能離太近 對,這個爐灶把它移過來這邊 然後那邊開一個後陽台的門 就會有前陽台跟後陽台 那後陽台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它在有一個後代子孫的運勢 其實它相對的 它也代表著一個就是說 前陽台代表我們人在外面的彰顯個性 後陽台就是我們人的內在潛在的個性 如果說你今天後陽台沒有門 表示說女主人還是住在這面的人 尤其是女生 不管是女主人也好 或是女生也好 比較容易患得憂鬱症 為什麼 因為它… 我沒有 沒有… 沒有… 就是在個性上的話 也會比較就是… 油油的 然後就是看起來很空靈的感覺 為什麼 空靈… 因為這個就是他沒有… 後陽台沒有門的關係 所以它導致於說 他整個人的個性會比較閉色一點 王心田的家以前是辦公大樓 後來屋主隔成好幾戶販售 也因此他的後陽台 不在居家格局裡面 而後陽台沒有門 家中女性也比較容易憂鬱 最好將後陽台打通做個門 而如果家裡沒有前後陽台 又該怎麼辦呢 如果像老師說後陽台代表後代子孫 但是現在不是能買到有前陽台 那要怎麼辦 那麻煩請看別集 我們有在教你 如何製造前陽台、後陽台 真的嗎 對… 有夾景嗎 什麼 夾景哪裡 只有夾的人夾得近嗎 夾的時候有夾… 夾不暗 夾景 有別的方法… 有別的方法就對了 有啦 你看一下…我們要看我們別集 其實有啦 就你這個空間來講的話有沒有 那邊是個樑 對不對 假設你沒有後面的空間的話 你就把那個地方圍一個空間出來 然後開一個窗戶 其實它感覺上它就是有點像室外的空間 對 這就是有點像是 由室內去推一個陽台的感覺 對 是的 前陽台掌管主人的事業運 後陽台代表子孫的舞台 如果你家沒有前後陽台 可以自己在窗戶前面選一塊區域 鋪上地墊 創造出前後陽台 而如果你家是陽台外推 除了要鋪上地墊之外 也要在地墊下方黏36枚硬幣 以補足地氣 光往前聽一些意見 那我們是不是要趕快去派一下 他將來的新婚房 對… 而且他有說他其實搬進來之後 不是很好睡 所以問題就在臥室 對 好,好… 看一看 鋸石一爆 好,鋸石一爆 這怎樣睡不好 翻來翻去… 對,翻來翻去,很難入睡 怎麼了 你怎麼可能睡得好呢 對 握房風水不對位 睡眠照… 鋸石一爆 好,鋸石一爆 是怎樣睡不好 翻來翻去 對,翻來翻去 對,翻來翻去 很難入睡 怎麼了 怎麼了 你怎麼可能睡得好呢 怎麼了 你已經看錯了 讓我來畫給你看 太好了,我最喜歡玩這個遊戲了 就是畫圖拆煞氣 所以現在我要看… 對,畫圖拆煞氣 觀眾朋友跟我一起猜喔 大家一起來猜猜看 到底有什麼煞氣呢 大家猜一下這是什麼 這不是他的頭髮喔 沒有,我知道 冰淇淋 冰淇淋 對啊,這是什麼 就是在房間吃冰淇淋 所以不能在房間吃東西 這是什麼 在房間吃溫泉蛋 不是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是不是在…還是有一隻這個 蜜蜂 蜂蜂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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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每次都要逼觀眾跟我一起畫圖拆煞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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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蜂蜂�蜂�蜂��� 我可以看到大便在托車 你看,這樣怎麼會睡著 正常都睡不著 你那個煞氣真的是… 到底是甚麼 躺下來,整個就… 是不是 太慘了 來,趕快我拿衛生紙給你 趕快你畫… 不是已經大家知道了嗎 趕快畫畫面,你有看嗎 趕快已經畫好了 這只有煞氣而已嗎 你有看到嗎 我沒有看你其他 我就是在看這個 真的 的確她的臥室 是一個屎在頭上拉的一個小型 怎麼會這麼難聽呢 我們進去看一下就知道 我覺得臥房保持得還滿不錯的 其實臥房氣氛很好 老實講,氣氛 那怎麼會出來這個氣氛呢 到底是怎樣的格局 讓美女的臥房臭氣熏天 甚至讓她睡不好覺呢 你坐到廁所對不對 廁所就一回事 是,可是你看你廁所裡面 你直對的是甚麼 它直對的就是馬桶 那馬桶其實以白花臉來講 就是屎洞 屎洞 對 所以你等於是頭的上面就是屎 所以這樣這件事情 會影響我的睡眠嗎 當然,因為這個廁所 廁所的門 而且馬桶又正對你的床頭 這代表就是一個 屎洞的屎洞 老師… 老師,你不要不要那麼委婉 你跑開… 不是要直接給我嗎 你不會很會委婉嗎 不是要直接… 沒有 今天這個就是一個煞氣 可是… 雖然我不知道這是一個煞氣 但是我也不是很喜歡 那邊有廁所 所以我都沒有用 但沒有用也沒有… 有行就有喪 只要載就不行 對,而且你不僅是 這個偷課裝死的問題 就是說… 怎麼這樣 一分成國異也沒有比較好客氣 你以為你都客氣嗎 不好意思 重點是你睡到屎堆裡面 為什麼 因為你看 你的廁所已經墊高了 墊高還不打緊 你的床又比較低 比較低 所以你等於是睡到馬桶 比馬桶低的位置 所以是比馬桶低的位置 所以這個床 基本上就是一個晦氣很真 然後主要是窗你的頭 你會常常… 廁所沖頭的話 代表說你會常常做噩夢 你會常常做噩夢 然後除了做噩夢之外 你會睡不好 這樣的一個問題 對 原來是這樣 我是不喜歡 可是因為怎麼移都沒用 因為我移過了 都沒辦法逃過 他逃向這裡 還是最好的選擇 對 大家也不能被照顧 也不能對到這邊 這是唯一的選擇 對,這是唯一的選擇 那怎麼辦 那是不是說 如果我之後想要重新裝潢 我可以兩邊打通這個門 把它封起來 一定要封 就一定要封這一個 最好把它做成一個更衣室就好了 更衣室 你這些東西就可以放進去了 所以如果一樣開門 但是它是一間更衣室是OK的 那就OK啦 老師的意思是不是 只要我的床有比馬桶低就不行 沒有… 沒有,因為你剛… 他家已經那個巴座… 巴座… 巴座… 你剛是不是有點肚子痛的感覺 是不是往上衝了 好痛 老師現在意思是說 因為有馬桶在的緣故 所以床不能比馬桶低 對 但是如果你以後這間要打掉 沒有馬桶了 你床就算放在地上再低 你睡地板也沒關係 當然… 不用睡地板 我意思是說 盡量不要緊 沒有馬桶的情況下 你比馬桶再低也沒關係 對… 對 馬桶正對床頭 又比床高 這樣的格局怎麼會睡得好呢 如果你的床位沒有辦法更改 可以在床頭放炎燈或是燭炭 淨化一下氣場 以提升睡眠品質 仙女嘛 就是都喜歡用那個蠟燭 對 回覆 所以到底用蠟燭是好還是不好 是不是可以用蠟燭 幫自己增加一些桃花韻 或失業韻什麼的 可以 因為其實燭光就是一個光明的意思 我們今天就教大家一個 蠟燭開運的方法 因為其實蠟燭代表就是一個 前景 代表一個光明 可以讓你的事業愛情桃花 都有一個深深不息的力量 那我們來教大家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去外面 剛好有一個現成的道具 就出貨 太好了 蠟燭也能夠幫你求桃花 和求財運 老師馬上教你 用奇門燉甲來開運 歡迎來到風水蠟燭館 跳高 我是怎樣暗示 你不覺得很舒服嗎 有一點 而且要鬥雞眼 這個是開運的方式要怎麼開呢 其實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說你要用蠟燭來開運的話 要求桃花 你要讓桃花立即彰顯的話 你要記得 你可以準備一個 然後這個蠟燭當然用漂浮的 是更好的 因為它可以漂到上面 因為水代表水為財 然後水又是 所以說你的蠟燭要準備的 就是要七顆 這一面只有五顆 是不夠的 這裡也七顆 所以你可以再補兩顆 那粉紅色的 那其實顏色不一定要完全一樣 但是一定要以粉色為主 或紅色為主 那為什麼要粉色呢 因為粉色就是一個 所以說你要準備七顆 因為七星代表貴人 所以你要有七星貴人 桃花來引入的話 這樣你的效果就會更好 那我們點的這個要如何點呢 其實可以分四個時程 第一個 紫時就是半夜的洗衣點到一點 還有午時就是中午的 洗衣點到一點 就是晚上跟中午的 這兩個時程 還有就是 我們的早上的五點到七點 跟下午的五點到七點 所以它點是就可以點一整天 還是五點到七點 完就趕快吹起 應該說這四個時程 你可以選一個時程來點 選一個時程來點 對 選你自己方便的時間 那你點的時候你要自己點 點的時候你就要 例如說你可能要立即 讓桃花彰顯的話 你就許個願望 然後在這兩個時程裡面 兩小時裡面 就讓它一直點燃 然後點燃之後 你要點多久呢 你可以點49天 那如果你要在今年 立即出現的話呢 2013年立即出現的話 在桃花方位的話就是南方 放在南方 對 你就在南方 然後這四個時程 你就選一個時程去點 那如果在許願的時候 突然震鬼風來吹起 然後表示我一整年的桃花 都繪花了 是不會那麼嚴重 你再把它… 你可不可以去買一個 防風的打火機 也是 或者是窗戶先關起來 對… 所以萬一直接把它補起來 就要不要掛 老師 那如果剛好我的浴缸在南方 我可以點七個然後泡下去 可以 然後就這樣邊許願 邊這樣趕快來… 然後就邊跟它一起共浴的話 這樣會更有效 太危險了,但有燙到 也燙到 對,就是買一個專業的 真的是人家放飄浮蠟燭的 對 這個也很安全 它就一定會飄在上面 沒錯 然後… 然後也會燒起來 對,很多人會說 那南方要怎麼分辨哪裡的南方 其實你不一定要真的 找到家裡的正南方位置 例如說你可以選客廳的南方 或是臥房的南方都可以 好 這是一個求桃花很有效的方法 還有一個就是求財、招財 如果說你這樣面臨的地方 財、招財 給你 我們要求財、招財 對 現實 我也要 對 其實我們剛剛講說五方 五路財神 五方佛、五方的財神的話 其實你的蠟燭就要準備 代表五種不同的方位 五種不同的財神 我們要如何把財神引進家裡呢 因為你要把五路財神引到家裡 也是有密法的 怎麼講呢 在我們的奇門遁甲裡面有教過 綠色都有東方的財神 紅色是南方 然後黃色代表就是中央 中央土 然後白色就是西方 藍色就是北方 所以你要依序用木火土 精髓的方式來排列 例如說 功能 對 像這個擺放的順序 就有一個技巧 例如說我們一樣 是準備這樣的一個水缸 然後你就把這一個蠟燭 先放綠色進去 那它怎麼平衡都沒有關係 然後再放紅色的 東嘛 然後藍 然後再放中間的 中、中、央 黃色的 黃的 然後金就是白色 然後放上去 然後再碎 碎 所以說你用這個順序放上去的話 它之後怎麼跑都沒有關係 東、藍、中、西、碎 所以它放下去 它自然飄就不管它了 沒關係 但是你安的順序是對的 那一樣 我們一樣就是你安的時候 一樣是舉個願望 但是財庫的時辰有一樣四個 就是 晨時就是早上的七點到九點 跟晚上的七點到九點 然後餵時就是下午的一點 到下午的三點 然後跟凌晨的首時 就是一點到三點 所以這四個時辰 你一樣選一個 然後許個願望 那在2013年 想要讓你的財富倍增 立即倍增的話 財位就在東北方 因為這個密法來講的話 你確實要持之以恆 而且你要有堅定的心 49天確實可以讓你的人生 做一個大的轉變 所以浪井缸都不行 不行 好 有一點嚴格 只要七顆粉紅色蠟燭 就能夠幫你招桃花 步驟很簡單 將這七顆蠟燭 選在紫、舞、錨、油 任何一個時辰點燃 接著讓它浮在水缸上面 然後許願求桃花 點個49天 放在今年的桃花方南方 就等著驗收成果囉 而想要招財 就得準備五色蠟燭 依照綠、紅、黃、白、藍的順序 放入水缸 順在沉、虛、醜、味 任何一個時辰點燃蠟燭 接著許願祈求財運 也是點個49天 放在今年的財位方 東北方即可 而這49天 也不需要每天都要點燃 還是有替代方案的 可是如果你只是要讓你的運氣 再加成的話 但是它可能沒有辦法讓你 馬上看得到效果的話 那你就是做 你要選7個循環的 譬如說這一個禮拜做 但是你要連續做7次 就是說你可以隔一個禮拜 但是你的次數要累積7次 了解 但是它的效果 確實就會稍微降低一些點 對 就是要為了你要出國改的 好啦,這是出國版的 東北,對,出國版的 真的要出國版的 幹什麼 你就以7次一個人 你不要說做了12天 然後又要從頭來 你覺得很可惜 你就乾脆一次做7天 對 然後等你出國回來 再7天,7天,7天 這樣子 然後人家要裝潢 重新裝潢 然後畫個圖案 然後去幫你看一下 謝謝老師 祝你今年這個事業更上一層樓 對,不要再亂花錢 然後不要亂花錢 OK 然後愛情也是甜甜蜜蜜 對,對,先想續承 謝謝,謝謝你們 趕快去疊大廚吧 OK 這就來給你了 對,對,謝謝 風水疑難雜症 困擾你很久了嗎 歡迎你在粉絲團 分享相關問題 或是到未來官網 報名看風水 我們將會為你改善 男丁有懲罰 事業求子一把抓 如果你要讓男生的事業更好 你首先準備一張 放在 夫妻感情求子成功 人因興旺的話呢 就在夫妻兩人 要學起來啊 對 讓 讓先